這間飯店乍看外觀 時尚新潮 但是那一樁走的 卻是懷舊復古復鮮 處處充滿巧思的設計 從入口就感受得到耶 我們身後有一個非常可愛的 這聽說是他們的吉祥物 好可愛喔 對 它是一隻夢獸 它是一個會吃夢的怪獸 對 然後在幫我們的女人 寫先願望 這麼好喔 對啊 是不是可以寄明信片 因為女人最喜歡寄明信片了 所以它這個嘴巴 是可以丟明信片進去一下 它寫說今年繼續往夢想勇往之前 好正面的一張女人影片喔 所以可以把未來的夢想 寫在上面對不對 對 就是你一年後 希望你自己可以 就是得到什麼樣子的成就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計畫 那你一年後收到 你就會知道說 你自己有沒有完成 好 那我們進去參觀一下好不好 對啊 好 走 裡面請 有一隻 這一隻在可… 這怎麼可愛啊 好可愛 它就是外面那一隻的 對 它是我們 都是夢想勇 所以它也是一個展示就對了 它會動耶 對 它就喊急 對 好可愛喔 它可以起立嗎 我扶他一下 好可愛喔 它其實不會是夢有怪獸 所以它隨時隨地都可以睡覺 真的喔 所以它眼睛都是這樣啊 輕一眼的感覺 因為它跟夢有關係對不對 對 好可愛喔 走 我們去那個 裡面的鴨鴨鴨 真的嗎 跟我想要跟你們玩 非常超可愛 它這裡有很多那個 早期我們小時候 會玩到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是鴨鴨鴨的一些糖果 超抽的 對 或者這種是我們阿公的時候 在騎的那個替貝 還有搖搖娜 好想做喔 這樣是滿心十大事情的 不是啦 這是小時候小朋友 在做的那個搖娜嗎 以前有這個應該是很有錢的 就是要家裡有錢 再有錢一點就以前的話 就快就變木頭了 不如說你不知道 其實這間鴨鴨鴨 是嘉義商旅 與在地藝術家合作的互動式展覽 裡面不但有小時候 才有的糖果鋪 玩具鋪 想吃 想玩 通通的可以向飯店購買唷 看 小時候最愛吃跳跳跳跳 現在很少看到口底堂了 以前小時候都會拿出來吹口 你吹一下 這樣我小時候都吹不出聲音 這樣應該大人家就不吹了 你怎麼吹的 什麼都講這些都很怪 她為什麼在笑 好奇怪 什麼意思 她幹嘛在笑 因為長大了會吹口哨 有啦 有聲音了 有嗎 不是這樣吧 再來一下 再來一下 要有三個 我們三個來合作 好 那我也要 要吸氣 我好像鳥喔 妳好厲害 再來 好厲害耶 好厲害耶 進到鋼板店 就好像回到小時候一樣 可以放肆玩大膽Play 嘉義雙鯉主打與在地異鄉的結合 除了與當地藝術家合作辦展 裝潢和房間也跟嘉義特色有關 像這件就是以阿里山 最著名的雲海為名 入住的房客還可以在週末的時候 與你捲印DIY 簡單好上手 做出來的背帶超有質感 等待墨水乾的空檔 Denise居然還有誇張 接下來的行程 保證又會讓中大樹 掉入詭異的漩渦 這好早期的播放電影的機器 妳有沒有看到 妳看這個機器 以前真的是可以播放對不對 對 以前的那個 這麼大一台 都是用這樣子 對 然後目前來講 這個什麼時候會播放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跟禮拜六的晚上 經典都會在這裡播放 這裡的很多經典的好片 有時候大家已經遺忘了 在這個地方可以重拾那個感覺 而且它又做得有點像 以前早期那種蚊子店員 來這裡住宿 有其他的休閒娛樂 其實跟別人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很棒的地方 看來中大樹很滿意Denise 安排的懷舊之旅喔 連在他身邊都不想走了啦 不過可別忘了 我們瑞萱的壓軸場景還沒拍呢 這間日式小屋雖然隱藏在 人煙罕至的小巷弄 但是它裡面賣的 更是你們三位到目前為止 還沒吃過的極致美味 接下來瑞萱要拍照的地點 很特別 對 看起來很像一個日式的建築 很像那種摩擦的那種 對 但是我們在這裡看 幾乎都是那種高樓大廈的 對 比較是住宅的 對 等一下 看一下右手邊 是這個嗎 你看屋頂就知道了 看那個很像老屋感覺 對啊 它跟旁邊的完全不一樣 旁邊是高樓大廈 結果這一間是瓦片的 你看旁邊都是高樓大廈 而且我聞到好香的味道喔 有那個媽媽做菜的味道 鮮魚的味道 好香喔 到了晚餐 來 我們先來看看這裡 晚餐 好日式風格喔 這就像我們 常出外景到日本的感覺 就是完完全全 對 我覺得它這次應該也是算是 早期是日式的建築 早起來慢慢改造成新的一個 可能是餐廳啊 可能是一些賣什麼 一些文青的東西 喝咖啡 喝茶的一個地方 很特別 忠哥 你剛剛說得完全正確 這裡前身就是銀行老宿舍 清垂六十年 卻在小微師傅的橋手下 改造成餐廳 趁著師傅還在準備 他的小微流料理 茶壺大師也恐怖懸壕 這片日式窗台 作為瑞萱的決戰場景 不過只靠這個 絕對無法出奇至勝 準備齊全的時尚團隊 日式居然使出必殺絕招 全台唯一 手工打造 可是我看到第一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鳳罐 因為一般都是比較小一點 它真的很大都不會 我挑這個感覺就有加醬對不對 差太多了吧 你那個太多了 看完了鍾大叔 我只能說 史上是不能夠勉強的 瑞萱頭上的鳳罐 可是用詩華若是其水晶打造 耗時三個月才完成的唷 配上現代感十足的 卯丁改陽式旗袍 華麗又性感 看來瑞萱的一面也很大喔 再來 開 再開 好 好 要跑 來 我們到這裡要把墨鏡拿起來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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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腰了 這死男人 臭男生 臭男生 喂 要摔 不要摔 不要摔 我們要用藝術的眼光去看 這個正點 我認真拍一張 這一張絕對屌的 不錯喔 那張拍得滿好的啊 滿好的啊 很像越南新娘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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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療活 看你一張多厲害 喔 臉餓 漂亮耶 他敢看啊 他敢看啊 臉拍那麼皺 臉好肥啊 太肥了啦 你們兩個賣來亂啦 以芮萱在南台灣的高人氣 送訂最後的冠軍就是他囉 各位粉絲們 現在就趕快到愛玩客臉書 預測新春賀卡激鬥戰的最後贏家 你就有機會拿到愛玩客 這個獨家發行的2017年賀卡喔 拍攝到最後也算是順利完成啦 師傅這時也端出他的小微牛料理 找到了居然是佑嘉義最當季的水果入菜 以水果當容器 或肉裡面外取出風涼再回舔 精緻的奶攤 每樣都看起來好好吃 這個是栗子濃湯 栗子濃湯 栗子濃湯 我裡面用了兩種貝殼類 下一座高湯底 怎麼樣 你沒有挖到它的泥 好神奇喔 好神奇 好神奇 好鮮甜 你好像它喝到那個 那個蛤蜊湯的感覺 真的假的 它又有栗子那個香氣 很鮮 很鮮 有沒有 因為這是 對 韓娜很鮮 對 韓娜很鮮 我感覺你是 大概放了十幾顆韓娜的那個精華在裡面 接下來這一道 對 這個是 要從哪裡開始吃 其實我們會希望就是先吃原味 可是那這個來的是甜甜 這個也是當季的白香果 對 然後下面是優格 鮭魚加白香果優格 這是一個什麼樣奇妙的體驗 好吃 應該滿清爽的 很清爽 因為 好香喔 你那個白香果 因為本身 鮭魚它的油脂還真的很多 你加了這個白香果它的微酸 身上這個微酸之後 它就完全有一點的油脂感都沒有 它完全是剩下那個 鍋魚的香氣跟這個果香味 夏威師傅勝場不露 你以為他招招出鏡 沒想到他下一步還有招 直到所有招式合一 世上最無敵的小微牛菜肴 即將出現啦 來 太大 這是雞啊 這是櫻桃鴨嗎 這是雞啊 我的天啊 這是雞啊 這是雞啊 來 第一口先吃雞鴨肉 對 第二口夾著鳳梨一起吃 真的喔 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 對雞鴨肉的力不開 它顏色就知道了 它的色… 粉嫩粉嫩 你看 然後再加了鳳梨 對 我的天啊 生氣太誇張了 師傅快一點 太好吃了 它那皮 它不是那種北平烤的脆的皮 它那皮是有彈性的 有水分的 然後呢 它的肉 我跟你講是軟綿的 非常軟的 一般鴨肉 它的肉都會比較柴 硬一點的 比較硬 它不是它是軟綿到就爆掉 它那種 你會以為你在吃 吃豬肝那種化胎那種粉嫩感 可以這麼說吧 對 為什麼人家肉可以這麼嫩 不能讓蛋白質產生變化 對 所以怎麼做呢 一聞 它滿嫩的 它有點像那個鴨 比如說頭髮 一般是軟綿到那樣 一般它們是做牛頭鴨腿 對 那我這邊應該是全台灣 進去牛頭鴨腿 好 吃完大餐 鳳梨卡還在進行最後加工 等待的空檔 愛玩客絕對